中国的古神隐现象 也是这个说法 建国建民教学危险的 从哪里教起 从家教起 你有个家了 家有家道 有家规 有家学 从武清怀孕 怀孕就开始教 太教 人是教得好的 我们总是记住一句话 如果教育办好了 大家都重视古神仙仙的教育了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都变成阿弥陀佛了 环境都变成揭露世界了 就这么一种事情 没有接触到佛法 那什么有缘分呢 不能说他没有善根佛的英语 他没有缘接受的 接触到 我们接触到了 接触到了 要觉悟 不觉悟 没用 那这一生还是搞自私之力 还是搞明文理 还是搞三途六道 他舍不得离开 自信六道 自信三途 他舍不得离开 这是你 遇得很重 如果他一旦觉悟了 一个转变 就变成其路 就变成一错 佛法是清净法 是平等法 没有一个众生是例外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先手过死 在望尽还原惯里头 讲得非常清楚 这篇论文不长 不不的一个小词词 里面所说的 全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讲到宇宙缘起 万法的来由 我自己从哪里来的 真难得 真不容易 他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下面说的 奇心念佛 是位于十九 我们起这个念头 念阿弥陀佛 你就开始觉悟了 没有 没有 自己没有感觉到 我觉悟了 这什么原因 你念的功夫不够 如果你能够死心 他地 这一句佛号念下去 念的时候 把万元放下 为什么 他干扰你 所以 金教里面 祖师大德教我们 夜心念佛 这有效 这有效 夜心 这心里面 只有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 什么都没有 这才叫夜心 这个夜心叫 真诚一心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能够把真诚保持 一套经上讲的 你能保持一天 上根的人就开悟了 大车大悟 明信仙信 这叫上上根人 一天成就 经上讲的好啊 最下的根性 七天也能成就 能够支持到七天 一心念佛 心里头真正做到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简短 七天成就 所以 精进夫妻 他的目标 就在这里啊 中文字幕最后